哈喽大家好,我是你的聊天去up主先计划 欢迎收看up主聊天是第16期 今天这视频我请到了知识去up主不加醋的氨基酸 让他来分享自己做知识类up主的经历 首先请他来一句话介绍一下自己 哈喽大家好,我是不加醋的氨基酸 是一个今年刚毕业的学生 也是一个想通过视频来记录自己的故事 分享自己的生活感悟的up主 然后视频开始,第一个问题我想问 为什么你要叫这个名字 是这样的,就是我这个名字呢它是有渊源的 首先就是我小的时候有一个外号叫氨基 大家就氨基,氨基的这么叫 然后呢,后来我跟我对象说 这个,如果有一天氨基吃醋了 那么它就变成了氨基酸 嗯,就是这个名字其实就是一个冷笑话 好,视频第二个问题我想问 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开始做up主的 这个事呢还得追溯到7年以前 就是我刚上大学那会儿 那时候呢,大一我加入了一个做宣传工作的学生组织 然后在那个组织里呢,学会了拍视频和剪视频 我觉得这件事很酷,很有意思 为此呢还专门牵头去拍过一些小电影 啊,不是不是,微电影 微电影 那后来是因为学业的关系 就是学业比较忙嘛 所以我从大了以后就没有再碰视频了 但是呢,毕竟早就在心里面先种下了这个种子 就是我觉得拍视频这件事很有意思 然后很想通过视频去表达自己的一些观点 或者说去讲好一个故事 然后直到去年秋招结束以后吧 就是差不多去年秋招的尾声 那个时候我生活里面充斥着很多 我觉得很想吐槽的事 就是很多大无语事件 然后呢,我就出了几个吐槽的视频 在币上发了 就从这儿开启了我的up主生涯 在你日常做选题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标准 什么样的事件值得成为你的选题 你一般倾向从何种角度来切入整件事 是这样,就是我的选题标准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简而言之一句话就是 那些能够真正触动我内心的事情 就比如说我之前吃饭的时候 看那个王牌对王牌 看到我很气愤 为什么呢 因为那广告太多了 我之前曾经有一段实习 就是专门做广告的 我觉得我已经够不要脸了 没想到还有更不要脸的 就是你怎么能一个综艺节目 你既有贴片又是口播 完了以后又有中插广告 然后又有品牌露出 反正还有很多各种牵强附会的神转者广告 就你这叫综艺吗 你这是往广告里面插播综艺吧 所以就非常气愤 看我这个完全吃不下去饭 我就专门拍了个视频 去讽刺这个世界 那分析事件呢 其实确实会有很多的视角 因为每个事件你横向拆解 纵向拆解都能拆出很多的维度来 那我的方法呢就是抓主要矛盾 就比如说一谈到天坑专业 大家就会七嘴八舌的说 啊我的专业很坑 我的专业很坑 但是最核心应该判断的点是 究竟什么才算坑 对吧 你不能说这个专业工资低点就是坑 或者说这个专业 这个课程多点就是坑 你得看就是一般来说 大家觉得自己被坑了 那肯定是你先告诉我了 告诉我一个很好的结果 对吧 描绘了一个很好的蓝图 就发现了 我发现了其实这个结果是很差的 就你骗了我 这才叫被坑了 所以呢我的方法就是 首先我们先把主要矛盾 主要问题给抓出来 抛出来 然后呢再看 这个事件那么多的维度 视角下面 哪些跟这个主要矛盾是最相关的 能从哪个视角切入 最后呢再把它们串起来 这样可能就看上去更有逻辑性一些 好下一个问题我想问问 你有没有什么通过视频而获得难忘的经历 我觉得最难忘的经历 应该还是我视频被帅神pick的那次吧 就是我很早就看过帅神的视频 就是我当 我记得我那天晚上 还在看他的直播 然后第二天就发现 哎 我的视频被他做进了视频里面 然后因为这件事呢 我们俩还加了微信 就互相认识了以后 还经常去在微信上交流 包括我俩经常 大半夜两三点钟不睡觉 然后一块去吐槽一些黑粉评论 就确实很有意思 这件事给我最大的触动是什么呢 就是我在现实生活当中 是一个不太擅长social的人 我身边如果有一两个人还好 但是人一多呀 我就变得不爱说话 就没有为什么 就好像是一件写进我基因里的事 就是人一多 我就不太想说话 做视频这件事确实是让我认识了很多很有才华的人 就不是有一句话说叫做内容是最好的社交吗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那如果不是我通过做视频这件事去展示了自己的价值 去展现了一些自己的观点 我就不可能认识像帅臣这样的人 也不太可能去认识在B站上这么多有才华的up主 当然也不可能接到这个香甜老铁这次的采访 所以我就觉得对于我这种在现实生活当中 不太擅长社交的人来说 做内容真的是最高效的一种社交方式 他比那种需要你勉强自己去刻意的融入集体 然后去刻意的社交要来得更有效更舒服 同时也有更大的收益 可以分享给大家 下一个问题就是想问问你做up主有没有一个长远的目标 我觉得我的目标就是希望能通过这个频道 去留下一些可以被称之为作品的东西 就是当别人看我视频的时候 他会说这个视频做的不错 这个小货子挺有意思的 那我就会很开心了 当然如果能够通过做视频这件事 赚一个小目标出来的话 那当然更好 视频最后我想问你如果想成为新的知识去up主 有没有什么最快的入门建议 不要离人设 不要拿做一个冷冰冰的项目这样的态度去做up主 而是要遵从你自己内心的声音 什么是自己内心的声音 就是什么样的事能让你非常的有表达欲望 没有人给你钱你也愿意叨叨叨叨说上几个小时 什么样的事情能让你辗转反侧 让你就是不吐不快 不说出来我就不痛了 那么这样的选题这样的定位其实就是最适合你的东西 因为这是属于你内心的触动 我觉得做b站和做其他平台最大的一点区别就是 如果说你心没有热爱 如果你没有这种很强大的自屈力的话 那其实做up主你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所以我觉得千万不要拿一个做冷冰冰的项目的那个态度去做up主 还是要更多的依赖你这个人的个人魅力 还有你这个人的独特的闪光点去做这件事 这样可能会效果比较好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分享 然后视频最后可以帮我要一个三连 好的那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欢迎你一键三连或者是发了一台弹幕 点两波关注 发一条评论 再来一波转发 这回是我对我和香腾老铁的非常大的鼓励 OK各位我们下期再见